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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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蔓延了諸葛先生 諸葛亮 有什么感慨 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在王派舞台上 最帅的古装扮相了 其实诸葛亮 不仅仅是诸葛亮 所有古装角色对我来说 都是有很远的距离的 那其实我还是差得太远了 那就是只是在演其行 不是在演其神 那只是还是需要加油 那在唐老师面前还是 姚明面前抢篮板 姚明面前抢篮板 我的天 其实我估计小元特别想向 唐老师来求教一下 到底如何才能找到 卧龙之神韵 对 诸葛亮这个人物 我们更多的人 以为他就是神机妙算 其实三国演艺里刻画的诸葛亮 除了神机妙算之外 更重要的他的那种 一诺千金的这种精神 忠心耿耿地完成 兴富汉事这样一个大业 但是三国演艺里面呢 应该讲 他分了两块 你注意看啊 他前半段诸葛亮 像是料事如神 对 可是一旦到了后期呢 你看 错用马速 大义是接听 最后不得已来了 双重记 还有 比如说火烧司马懿 已经把大火都烧起来了 司马懿觉得都完了 突然天降大雨 看 诸葛整个心都灰了 所以诸葛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但是三国演艺你要看 龙中队 龙中队 你看他一开始讲 董卓造逆 自董卓造逆以来 天下豪杰并弃 曹操的势力不及袁绍 而终能攻克袁绍者 既靠天使 更得意仁某也 你不要跟他争锋 不要去跟他争 说孙权父子三人 歌剧江东以立三世 国险民俘 智能为之用 此可以为缘而不可图之 要连无抗操 我觉得这太了 西河祝荣 那就是收江威 南辅一跃 就是七秦梦获 外连东吾吾内修正礼 在天下有变 并一上将同帅 荆州兵马进军 晚成洛阳 将军身帅一州之众 已出秦川 百姓安能不单死胡江 一应将军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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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是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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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觉得您这个 就真的不是在演戏了 您把演戏 当成一种文化的研究 把诸葛亮这个角色 完全参无透彻了 我觉得这就是演一个 历史经典人物的 最高境界了 唐老师 我发现一个细节 您在这边跟我们讲述的时候 挥扇子呀 做表情的时候 小学在边上偷摸学您呢 您教他两个好心情 诸葛亮的神域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当时排戏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一些想法 根据戏曲他讲 说武将一般是扇肚子 武将扇肚子 一般是打在肩上 又 这 左肩上 它是一个风度 并不是去扇风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扇子呢 有时候用好了 它是能够帮助你 带动你的表演 您带动带动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怎么拿扇子 你看我看你今天怎么拿扇子 这么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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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拿就不太好看 你知道吗 你这样拿的话 这个手稍微翘一下 哦 这是蓝 对啊 这是蓝 这三个指头把它捏住之后 稍微翘一下 哦 打这儿 哦 打这儿 嗯 你自己也会感觉到 有点儒雅之气 嗯 这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就是我当年也跟你们一样 也是小鲜肉 这个真的跟小元说一下 唐老师当年 奶油小生这四个字 就是因为唐老师 才流传 才有了这个词 奶油小生 这个只是说 怎么说呢 听起来 很善良的人们 都会认为就是说 喜欢吃奶油 那皮肤比较白净 就叫个奶油小生 其实他根本说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漂亮的脸蛋加不会演戏 就叫奶油小生 应该说你还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 当然 有的时候可能是个命 命中注定要演这个 比如说演诸葛亮 因为诸葛亮这个人 我开始根本没有想到去演他 说到这个事啊 唐老师 我给您请上一个人来 好 我们请上三国演艺的制片人 人大会现实 欢迎他 王海天高地 逆光也清晰 记住Vivo王牌时刻 欢迎任老师 任老师 任老师来这边请 这边请 好久不见 依然非常精神 人才艺 欢迎人大会现实 这个 人大制片 今年80岁 80岁 80岁 就是见证了唐老师 从这个街道 诸葛亮这个角色 到完美的演绎的一个 全程的一个见证人 问问您啊 怎么就选了唐老师 演这诸葛亮的 这个是其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 唐国强老师呢 试的是周瑜 试的是周瑜 一开始试的是周瑜 觉得这周瑜很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导演组 有一个年轻的导演 他跟王导说 王导 给他沾上胡子 咱们再看看吧 各位可能不懂 这话的含义 我们当年呢 这个 周瑜亮一直定不下来 看了几位吧 都不太理想 所以 我们就在那儿 又回去 重新又给他化妆 出来 王导 王福林 各位导演 几位导演坐在那看 大家实际上都非常的满意 就那时候就定下来了 哎呦 反对的还不少呢 你知道我吗 一开始让我演 我知道 就是看我究竟怎么样 所以让我第一个进入的 也不是诸葛亮出山 是进四川 进益州 那个戏拍完了 好多人就提出来说 恐怕够呛 我们为了向上汇报 给他录了一段龙中队的录 你还记得吧 给你录了一段 对 然后呢我看了以后 确实下了功夫了 而且大家感觉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当年唐老师拍这一剧的时候 心不辛苦 早晨大概四点半到五点左右 起来要化妆 然后我们大概早晨 正常的情况下 是七点多钟开始拍戏 七点多钟 你像唐国强老师吧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一直可以拍到夜里的 十一点 十二点才结束 所以大家你想想吧 从早晨五点钟算 到夜里十二点 工作多少个小时 将近二十个小时 我们导演呢 我们制片一块议论呢 就说起唐国强老师来 大家都非常感慨 他这个台词的功力 非常地好 唐国强老师这点可以做典范 他在拍七集梦霍的时候 在云南 他的床位是当时人民币 一块五毛钱 那文章是我见过最烂 最脏的那个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静静夜夜地 把戏拍好 真是真是不容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